疫情降级解封首日 台糖光复糖厂日式木屋也推出了住宿优惠 尤其针对有施打疫苗的顾客更祭出了折扣优惠 不仅是保护员工也让游客能够安心安全的入住旅游 国内疫情警戒27号正式调降到二级 国内产经活动波云渐日 而在蓝天绿树下 台糖光复糖厂日式木屋也推出各项住宿优惠专案 吸引游客入住 除了每年暑假必推的优惠价格 以及去年获得同级环保标章旅店之后 今年延续规划入住每天限量环保房的折扣 让疫后旅游住宿能降低环境负担 旅游足迹更加环保友善 降级解封 但是日式木屋的防疫不松懈 严格落实防务的防疫工作 另外为了奖励优惠施打疫苗的顾客 即日起只要凭接种卡 入住就能享有折扣优惠 从去年开始至今受到疫情影响 虽然花糖日式木屋仍有零星住客 但相较于同期7月暑期仅有10% 虽然为解封到27号防疫调降到二级 也陆续接获游客洽询入住 至目前为止住房率也提升了20%左右 驱出经理杨长生也制定高规格的防疫措施 保障员工的健康安全 也让游客安心放心的入住旅游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